你根本就无法想象 等人类的剑术达到极致的时候 足以视神 就在刚刚石皇帝与虚作之男的大战愈演愈烈 而月王八剑互助心切 其中剑灵六剑奴直接和八大妖王硬刚了起来 可让虚作之男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六剑奴配合的竟天一无风 仅凭着六人之力完全钳制住了八大妖王 这个时候虚作之男露出了不屑的表情 他竟然直接开启了左眼的阅读幻术 这一瞬间六剑奴动弹不得 危在丹西 而就在这个时候 立于石皇帝身侧的两个神秘剑灵突然出手 一时间这竞技场上剑一横飞 横光似起 而在场上百步飞剑横贯八方同时响起 仅仅只是一击便中伤了这八大妖王 正所谓苍生秃秃天下寥寥 朱姿百家唯我纵横 此二剑灵使出的正是鬼谷纵横剑术 而这一切其实只发生在瞬息之间 而此二人也是趁势追击 直接拱向虚作之男 一招合纵连横 直接封锁了敌人所有的退路 此时虚作之男手持十拳剑 他知道必无可避 身为神明 我就陪你们玩个痛快 只在瞬间 三把剑激素的碰撞到了一起 而每一次的碰撞声 都震撼着所有观众的心 而由于双方的攻击速度 七快无比 场上的观众除了声音 什么都看不到 突然战斗了数个回合的双方 又回到了原地 而下一秒 却让所有的人 包括虚作之男在内震撼无比 原来所有的人都发现 不知何时 虚作之男的手臂上 竟多了一道伤口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没有女武神幻化的武器 竟然可以伤到神明 这简直害人听闻 而一旁的始皇帝 却轻蔑一笑 我划下鬼谷纵横剑术的威力 二等弹丸之地 岂能知晓 原来就在刚刚 双方交手的数个回合内 这纵横两位剑灵 竟砍出了上千次的攻击 而更可怕的是 所有的攻击 全集中到了一处 这可怕的默契和精准度 就算是神也产生了畏惧 这小小伤口 或许不足以致命 但是却赤裸裸的 给了众神一个耳瓜子 见此一幕 虚作之男恼羞成怒 而更悲催的是 他无缘无故还被绊了一跤 直接坐到了地上 这丁惊一看 竟然是来自本国运动员的 无情一腿 一时间他恼羞成怒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我还要不要坐神了 他缓缓的站了起来 将左眼的阅读幻书 开启到巅峰状态 纵横两位剑铃 直接中招 但让许佐之男 没有想到的是 这纵横两位剑铃 竟可以在他的幻境中 随意行动 但他此刻毫不在意 只因为在这个幻境中 他便是一切的主宰 可就在这时 却有意外发生 纵横两位剑铃 突然合二为一 一个黑影 手持黑白双剑 出现在许佐之男的面前 而强烈的杀气 瞬间弥漫整个竞技场 原来就在刚才 石皇帝 竟开启了自己的祖龙之眼 这只眼不但可以看破 一切幻书 还能将对方的幻境 为自己所拥 不错 这天上天下 都是真的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 续佐之呢 竟产生了一丝巨异 可也就是这一丝的退缺 他十全剑内 一个未知的力量 被彻底的激活 私があなたを見つけたよ 続けてみよ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